繳稅費有10%的回饋 1月1號早上10點我在富士山 時間一到 馬上按下去 還真的有登到了 所以這兩張就是沒有門檻的 自動加值有回饋的神卡 嗨 我是寶可夢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張新的卡片 就是永豐銀行新推出來的 現金回饋GREEN卡 第一個重點 國內1%海外2%回饋無上限 非常的普通 再來第二個重點就是 它的綠色通目有加碼4%回饋 所以等於是最高有5%的回饋 那這些通路有哪些呢? 其實還蠻多的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表格 比如說它有一堆綠色的蔬食餐廳 像是果然會 旱來蔬食 旱來海港 旱來美食 義美食品 然後還有刷奶葉 金色山脈養心茶樓 然後還有烏馬餐廳 熱浪島 南洋蔬食茶糖 元素食府等等 其實這些餐廳 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 應該蠻常去吃的 所以這個是很不錯的亮點 酒店的部分呢 像是老爺酒店 希爾頓酒店呢 都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這些綠色通路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自動加值 這張卡的自動加值4%呢 跟永豐大戶現金回饋卡的 5%回饋玩法是一樣的 這張卡片呢 你就是額外加碼5%回饋 但是不想有產品的基本權益 所以額外加碼上限300 你只要每個月自動加值 6000塊以內都有5%回饋 那這張卡片也是一樣 你只要呢 就是在指定通路有拿到4%回饋 每一期上限是300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個7500以內的 自動加值都可以拿到4%回饋 所以這兩張呢 就是沒有門檻的自動加值 有回饋的神卡 第三個亮點呢 就是繳稅費有10%回饋 這個是他們特別 針對這張卡片做的上半年加碼 那麼你只要每個月1號 早上10點呢 在大咖的APP裡面 來做登錄的動作 只要有登到了 那麼你當月呢 就可以在大咖的APP裡面 繳稅費 就可以拿到10%的回饋 那麼每個月可以繳2000塊 拿到200元 可惜的就是 它的登錄名額比較少 只有500個名額 所以你一定要設定鬧鐘 然後在整點的時候呢 打開APP來做登錄 那麼你就一定能夠搶登得到 像今年1月1號早上10點呢 我在富士山 富士山的山頂呢 在看這個風景 時間一到馬上按下去 欸還真的有登到了 所以這是個人的使用心得 跟大家分享 可以繳哪些呢 比如說水費 電費瓦斯費 路邊停車費 甚至中華電信費 還有汽機車的燃料費 交通罰緩 然後還有像違反強制罰緩 或者是台中的行政罰緩 國庫的費用 通通都是算在裡面 所以它的使用範圍 是非常非常廣泛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要用電費預繳 那不好意思就不行了 要有實際的帳單出帳了 才能夠繳費 如果你是永豐銀行新戶的話呢 這張卡片現在上車 可以拿到官方的700加碼 這個700加碼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新戶裡500 你只要行動支付呢 有刷1000塊錢 就可以拿到500元的購物金 那這500元購物金 你就可以在加勒佛士全聯 來抵掉使用掉 那這一次呢 新戶特別再加碼200 所以加起來最高呢 就可以拿到700元的回饋 那麼本團也有好康 只要呢 你有跟團上車的話呢 我們最高送你600點的積分 這積分的玩法呢 你可以參考我們下面的 這個資訊欄的規則 我們都有詳細的解說 結論 2024年呢 其實各大銀行通通都縮水了 但是呢 永豐特別推出這張卡片 居然還有加碼 繳稅費18回饋 雖然說名額真的有點少 只有500名每個月 那我很建議大家呢 就是可以在我的社群平台下面留言 他們如果有看到的話呢 觀眾反應踴躍 說不定有機會呢 可以在下個月做逆市加碼 那這樣子大家都可以A到這個好康 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覺得 銀行願意針對繳稅費給回饋 就應該要給他們鼓勵啦 以上呢 就是寶可夢 針對現金回饋 Green卡的介紹跟分享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按讚留言分享 把這支影片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那麼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